伊朗原子能机构今天表示 伊朗将在明天也就是27号 突破低浓度浓缩油300公斤的存量上限 伊朗外长扎里夫25号发文 批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称其早就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做准备 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表示 伊朗突破低风度浓缩油300公斤存量上限后 伊朗的油浓缩活动将进一步提速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25号表示 鉴于当前情况 伊朗方面将被迫于7月7号宣布终止履行伊核协议承诺 进入第二阶段 伊朗将增加浓缩油库存量 进一步减少履行其对伊核协议的承诺 25号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内容是2017年美国国家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摘录 文章阐述了博尔顿制定的有关 旨在让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计划 扎里夫表示 伊朗方面相信 尽管美国宣称有意与伊朗举行会谈 但博尔顿已经在为美国针对伊朗发动战争做准备 扎里夫说 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 而B集团在策划对伊朗战争时 拖着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 扎里夫口中的B集团 包括博尔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以及沙特王储 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等 同一天 伊朗总统鲁汉尼表示 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 显示出美国已经绝望 制裁不会取得成功 他说 美国的新制裁措施表明 美方所谓的寻求谈判 其实是个谎言 对于击落美无人机一事 鲁汉尼表示 领土主权是伊朗的红线 伊朗将坚决自卫 安保了 安保了 安保了